我们来介绍激素的分类模式 激素的分类依据不同的指标 不同的分类法 如果你今天分的指标是依据它的成分的不同 分成以下几种激素的类型 一类叫氨类激素 一类叫多态与蛋白 一类叫糖蛋白 一类叫脂质 很多版本会把多态 糖蛋白跟多态链蛋白质 跟糖蛋白放在一起 因为就是以蛋白质为主体 或是多态为主体 有些人会这样放 给大家做参考 好那我们现在分了四大类 氨类激素它的结构很简单 它还有氨基 所以是氨类 所以我们身上最常见到 有氨基的物质 不就氨基酸吗 你把氨基酸拿来 把缩基就是酸基拿掉 就留下一个简单的氨基 所以它的结构好简单 大概就是氨基酸这样子分子量 分子量大小 好以下的例子有甲状腺素 腎上腺素跟去甲基腎上腺素 都是氨类激素 结构简单分子量比较小 好所以这些都是分子量比较小的激素 好另外一类的是多钛或是蛋白质 就是稍微大一些了 好分子量小一点点 就可能10个20个以下的 以下的氨基酸形成的多钛 例如ADH学过它吧 抗利尿激素 AMP学过它吧 心房排纳钛 ACTH还没学过 它叫做肾上腺皮质促进素 好你看一个就是不甲状腺素 也还没学 打不考是还没学 不要急 这些都是多钛类 分子量稍微大一些些 但还没有到很大 但如果你今天遇到的是 氨基酸可能是几百个以上的 已经是蛋白质了 有生长素跟胰岛素 这些都是人体很有名的 蛋白质类的激素 好所以有多钛或蛋白质 就属于第二类 多钛及蛋白类 好如果这个蛋白质 又接上了糖链 它就是糖蛋白类 就是多钛类蛋白质 叫糖分子 例如FSH还没教 叫做绿泡质激素 LH还没教 叫黄体生长素 红血球生成素 我们把它学过 我们当然在讲那个RAS的时候 说肾脏会分泌肾素 肾素是酵素 但肾脏本身也是内分泌构造 它分泌红血球生成素 让骨髓产生红血球 好这是糖蛋白那一类的 FSH LH红血球生成素 都是糖蛋白类的 好最后类叫脂质类的 固醇类跟脂质衍生而来 像胆固醇会衍生成肾上线皮质素 或是胆固醇会衍生成肾线相关的性激素 性激素跟肾上线皮质素都是固醇类基素 由胆固醇转变而来 好那有少数的基素是由其他脂质转变而来 我们看之后会不会遇到 好所以依据它的成分分为胺类基素 多态或蛋白第二类 第三类是糖蛋白类 第四类是脂质类 所以一般有些版本直接分三种 最简单的胺类跟复杂的 蛋白多态基金衍生物 包含糖蛋白跟最后的脂溶性的脂类 脂类就包含固醇类跟其他脂质类的 好这是成分 我们来看一下分子结构 给大家做一下逼对 先来看胺类基素 这些就是常见的胺类基素 这是甲状腺素 甲状腺素有两种最常听到 一种叫三点甲状腺素 一种叫四点甲状腺素 四点 好你看这分子结构 一二三是不是三个点 它叫做T3 甲状腺素是T开头的 那上面的3是几个点 那下面是T4 那有人会觉得T4的点比较多 是不是比较厉害 错了 T3才是活性最高的 T4的活性反而低 所以这可以让我们体验一下 人生有时候结满了 活性反而低了 T3活性比较高 好 这个叫三点四点甲状腺素 甲状腺素 是点类基 是氨类基素 各位有看到氨吗 在这 在这 氨 有氨基 分子价在这样子 还好 好看肾上腺素 它的氨在哪呢 在这 那正肾上腺素 或叫去甲基胜上腺素 在哪里 在这里 好 这边终于可以把名字写清楚了 正肾上腺素 为什么又叫去甲基胜上腺素呢 这个图一目了然 你看 肾上腺素 这边一个甲基 看到没 把这甲基拿掉 不就变它了吗 所以肾上腺素 跟去甲基 肾上腺素 就差个甲基 好 所以就这样 那为什么 这个一直叫去甲基 或叫正肾上腺素呢 让我来补充一下 因为正肾上腺素 其实是先形成的 后来才加上甲基 所以在早期的翻译 为什么这个下面这个 先的这个基素 叫做正肾上腺素呢 No epinephi 正这个字代表是正肛的 正肛的 原来是它先的 后面这个是衍生来的 加上甲基 是后来才衍生来的 所以早期翻译就是 先出现了成正肛的 叫做正肾上腺素 后来再修饰成肾上腺素 但现在呢 你甲基来个正 有人会看不懂什么叫正 有一些是化学老师 什么叫正 比较漂亮吗 所以用正肾上腺素 化学老师会不能接受 可以用化学的描述吗 好吧 它的甲基被拿走了 请教它去甲基肾上腺素 理解 你看化学老师喜欢听 甲基乙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改名叫 去甲基肾上腺素 早期叫做正肾上腺素 因为它是先产生 后来才代谢成肾上腺素 加上甲基的 好 以上这几个基素 都是安类的基素 分子样就这么简单 这么小 分子样很简单 好 可是我这边补充一下 你们不要看到它是安类基素 分子样就小 就觉得它们全是水龙性的 不是的 甲状腺素是子龙性的 而肾上腺素跟去甲基肾上腺素 是水龙性的 那是子龙性还是水龙性 你还是要看它们的极性大小 这个T3T4因为它有点的存在 它整个电子分布很均匀的 它的极性就比较低 属于子龙性基素 以上这是安类基素的说明 再来看固醇类 我们现在看 你会发现固醇类都是胆固醇 固醇有四个环状结构 1234 所以这些固醇类的基素 都有这四个环状结构 1234 好 搞固酮是雄云基素 黄体素跟动静素是雌性基素 换一下性别 好 雄性基素搞固酮 雌性基素 黄体素跟动静素 它不是胆固醇变来的 它们差别只在关的基 这是双剑氧 上面是OH 这边是OH加个甲基 这就是导物酮跟黄体素的差别 动静素是这边变成OH基 所以它们只是这些策略有点不同 好 这个物质叫前列腺素 我们高中在这边 其实不讲前列腺素 我先打个问号 为什么呢 你看前列腺素的结构 它不是四个环状结构 它不是固醇类 它是脂肪酸变来的 这是我的补充 课文上没有讲这个 课文上的子类基素 全部都是介绍胆固醇 转换而来的固醇类基素 那为什么不讲前列腺素这个案例呢 明明是脂肪酸病来的 脂肪病来的 因为前列腺素是不是基素 目前还是个问号 因为我们对于基素的定义是 来自于特定的器官所分泌 经由血液运输 作用在特定的对象 对吧 而前列腺素呢 它可能没有特定的分泌器官 你全身的细胞都可能会分泌它 前列腺素 既然是这样子 它就不符合传统的基素定义 因此在教内分泌的时候 通常不会讲前列腺素 所以前列腺素是我的补充 它不是内分泌的典型基素 不过它是脂肪酸准变而来的 好了 以上是我们对于 不同的成分 把基素做不同的分类的说明